不是很強的那種雙頭要求兩對半 6頭讓寶哥吃到之後 獲得了聽牌的機會 聽到了6條 聽牌是張門票啊 無論你的牌再怎麼無限接近聽牌都是一進聽 無限接近都沒有得分的機會 對 真的 所以進攻在錦標賽是非常重要的 先聽就有機會 先聽先贏 像蕭寶剛剛跟我討論的手牌 這很漂亮是三門進聽的手牌 吃起來聽單調要聽單調三萬要聽嗎 選擇不聽後來聽到二五萬也是糊了 但是這個手牌就是沒有對錯啦 我們所謂的牌感 還有看你當下的抉擇啦 先聽不一定能夠先糊 可是先糊必定早聽 所以 對 雖然好像很廢話可是 可是真的 小寶講這個我非常認同 先糊你那聽才能糊嘛 對啊 先聽你不一定能先糊啊 但是晚聽的人一定無法先糊 就像我自己對於牌裡的想法比如說我認為牌裡比如說進攻跟保守 像進攻比如說最大機率啊 就是走快速原則這部分是屬於進攻的部分 對 對 那當然是說有時候你進攻跟防守你也是要這樣進退有據的啊 畢竟如果每個人都打得好這種最大機率 其實最大機率要打好我可能覺得不難 對 可是我可能認為其實最大機率屬於 旺家的東西如果今天你打得好最大機率你就會糊啊你就不會輸啦 對 對啊 所以有時候這種 什麼時候 在什麼樣的手機可能要換不一樣的打法也是 要考慮一下 這裡撤退了 我們的 寶哥摸到4萬撤退 可是 有點可惜 休安是不是馬殺打 他被馬上打6條出來 這個4萬是沒有危險性 但是 寶哥的視角認為4、7萬是有危險的 很可惜 寶哥他 可能是在防守 邵文嗎 邵文很輕啊 可是畢竟 3萬、5萬、6萬都是4萬的零牌對不對 他會不會覺得這4萬是有危險的 有可能 寶哥在只有他自己聽牌的情況下率先下車 有點可惜 哇 休安馬上自摸 當聽而已耶 重點是要躲過這一槍6條對不對 對 因為他躲過這槍6條 讓休安可以自摸 那寶哥這個牌沒有呼到反而被自摸 有點可惜啊 對 然後 啊 這把寶哥有點可惜啊 剛剛小寶說的啊 就是要先呼的你先聽啊 那像防守的部分 我剛才講的牌裡是進攻 不過最大的機率就是你先聽嘛 那防守的部分要怎麼斷牌啊 或者是什麼樣 其實這也是很需要經驗的累積 你先聽喔 你先聽喔